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最近A股市场上又出现了一件所谓的盛世 一周内有341资金疯狂扫货ETF 听起来是不是很热闹 很繁荣 是不是让你们又蠢蠢欲动 想要抓住机会上车了 别急 先听BOSS给你们好好分析分析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 表面繁荣 实则暗流涌动 官方媒体又开始吹嘘了 说什么大资金入场 彰显了对A股市场的信心 信心 这年头除了韭菜 还有谁对A股有信心 这340亿资金 说白了就是机构抱团群卵 互相割韭菜的套路 你看看他们都买了些啥 护身300 ETF 创业版 ETF 中正500 ETF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大盘股 都是那些已经涨到铁花板的股票 卫视魔要买这些股票 因为安全 不是说这些股票真的安全 而是说机构抱团炒作 可以制造虚假的繁荣 让韭菜们以为市场回暖了 然后疯狂入场接盘 等到韭菜们的钱都进来了 他们在高位套现 一溜之大 留下韭菜们在高岗上瑟瑟发抖 BOSS今天就来揭穿他们的真面目 A股市场的总市值是多少 几十万亿 340亿算个啥 就想往太平洋里倒了一杯水 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这点钱就想拉动整个市场 做梦去吧 这分明就是一种心理战 用小钱制造大新闻 忽悠韭菜们入场 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数据 根据WIN的数据显示 2024年8月20日 上证指数下跌0.93% 当日大量加仓资金 涌入A股ETF 合计或资金净流入60.4亿元 8月21日 上证指数下跌0.35% 当日A股ETF 合计或净流入96.32亿元 8月22日 市场继续震荡 上证指数下跌0.27% 大资金继续加仓 当天有逾百亿元资金涌入 当日A股ETF 合计净流入额为101.58亿元 8月23日 A股三大股指震荡反弹 当日均小服收涨 但两市成交额较上亿交易日 有所减少 当日A股ETF 合计或资金流入 约52.64亿元 看似很多钱是不是 但是 让我们来看看 A股市场的总市值 截至2024年8月底 A股市场的总市值 约为90万亿元 这340亿元的资金流入 仅仅占总市值的0.038% 这抹点钱能改变什么 能拯救整个市场吗 但显然是否定的 华泰伯瑞护身300 ETF 一方达护身300 ETF 这些ETF跟踪的都是护身300指数 也就是那些大盘股 这些股票 早就被炒作过无数次了 还能有多少上涨空间 再看看一方达创业版 ETF 一方达上正科创版50成分 ETF 这些ETF跟踪的是 创业版和科创版的股票 这些股票更是风险巨大 很多都是概念炒作 根本没有实质性的业绩支撑 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据统计 8月以来 五支护身300 ETF合机净流入超过500亿元 其中 规模最大的A股 ETF华泰伯瑞 护身300 ETF或净流入206亿元 一方达护身300 ETF 则获净流入168亿元 这些ETF跟踪的护身300指数 包含了A股市场中规模最大 流动性最好的300只股票 但是 这些所谓的蓝筹股 真的那么安全吗 让我们来看看 过去几年护身300指数的表现 2015年6月12日 护身300指数达到5353.75点的高点 2016年1月27日 跌至2638.30点 跌幅超过50% 2018年1月29日 再次达到4388.00点的高点 2018年10月18日 又跌至3095.70点 跌幅近30% 2021年2月10日 达到5807.72点的币市新高 2023年10月31日 跌至3491.69点 跌幅40%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即使是所谓的核心资产 也并不能保证安全 相反 这些大盘股 往往在市场下跌时 跌得更狠 因为他们的估值 已经被炒到了很高的水平 一方达创业版ETF 和一方达上证科创版50成分 ETF合计或净流入 约70亿元 这些ETF跟踪的是 创业版和科创版的股票 这些股票更是风险巨大 让我们来看看 创业版指数的表现 2015年6月3日 创业版指数达到 4037.96点的高点 2016年2月29日 跌至1853.13点 跌幅超过50% 2017年11月22日 再次达到 2905.00点的高点 2018年10月18日 又跌至 1184.91点 跌幅近60% 2021年2月18日 达到 3900.98点的历史新高 2023年10月31日 跌至 1931.81点 跌幅超过50% 科创版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去 科创50指数 从2021年2月24日的 1688.37点的高点 一路下跌到 2023年10月31日的 872.97点 跌幅超过48%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 无论是创业版 还是科创版 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这些板块的股票 往往是概念炒作的重灾区 缺乏实际的业绩支撑 一旦市场情绪转变 就会出现暴跌 某些专家教授 又开始鼓吹核心资产了 说什么 在稳增长政策发力 和海外降息窗口临近的背景下 核心资产 可能有超跌反弹机会 稳增长政策 都喊了多少年了 效果在哪里 海外降息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骗鬼的话 他们就是想用这些 虚无缥缈的概念 来麻痹韭菜们的神经 让韭菜们乖乖地 把钱交出来 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这些所谓的机会 一稳增长政策 中国政府确实一直在推行 各种稳增长政策 但效果如何呢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数据 GDP增速 从2010年的10.6% 持续下滑 2019年降到6.0% 2020年受疫情影响 只有2.3% 2021年虽然反弹到8.1% 但2022年又降到3.0% 2023年仅为5.2% 工业增加值 从2010年的15.7% 持续下滑 2019年降到5.7% 2020年只有2.8% 2021年虽然反弹到9.6% 但2022年又降到3.6% 2023年仅为4.6% 固定资产投资 从2010年的23.8% 持续下滑 2019年降到5.4% 2020年只有2.9% 2021年虽然反弹到4.9% 但2022年又降到5.1% 2023年仅为3.0%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 所谓的稳增长政策病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经济增速持续下滑 投资增速也在不断放缓 在这种情况下 股市又怎么可能 有大的上涨空间呢 2.海外降息 首先 海外是否真的会降息 还是个未知数 即使真的降息 对A股市场又能有多大影响呢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数据 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 美联储连续降息 将基准利率从2.25% 至2.50% 降至0% 至0.25% 同期上证指数 从2,980点上涨到3,225点 涨幅仅8.2% 2020年3月 至2022年3月 美联储维持零利率政策 同期上证指数 从3,225点上涨到3,309点 涨幅仅2.6% 2022年3月开始 美联储开始加息 截至2023年7月 已经将基准利率提高到 5.25%至5.50% 同期上证指数从3,309点下跌到3,291点 跌幅0.5% 这些数据表明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对A股市场的影响 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 事实上 A股市场更多地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 例如经济增速 政策导向 市场情绪等 别再被这些虚假的繁荣所迷惑了 A股市场的本质是什么 是圈钱 是割韭菜 那些机构 那些大资金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投资的 他们是来掠夺的 他们把A股市场 当成了他们的提款机 想什么时候来取钱 就什么时候来取钱 看看这些数据 你们就知道 BOSS说的都是真的 1.IPO融资 2024年上半年 A股市场 IPO融资额超过了5000亿元 创历史新高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更多的公司 来A股市场圈钱了 让我们来看看 过去几年的IPO融资情况 2020年 全年IPO融资额4699亿元 2021年 全年IPO融资额5446亿元 2022年 全年IPO融资额5860亿元 2023年 全年IPO融资额6102亿元 2024年上半年 IPO融资额已超过5000亿元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 A股市场的IPO融资额 在不断创新高 但是 这些钱都去哪了 真的用于企业发展了吗 恐怕未必 2.市场成交额 2024年上半年 A股市场的总成交额 超过了100万亿元 但实际上 真正流入上市公司的资金 只有不到10万亿元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部分的资金 都被机构和庄家们赚走了 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数据 2024年上半年 A股市场总成交额 约102万亿元 同期 IPO融资额 约5000亿元 同期 在融资额 约4500亿元 合计流入上市公司的资金 约9500亿元 这意味着 在100多万亿元的成交额中 只有不到10%的资金 真正流入了上市公司 其余90%以上的资金 都在二级市场上 被各路资金来回倒腾 最终大部分落入了机构 和庄家的口袋 3.市场估值 2024年上半年 A股市场的平均市盈率 超过了20倍 远高于全球主要股市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A股市场的股票价格 被严重高估了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 全球主要股市的估值水平 截至2024年6月30日 A股上证宗旨 市盈率约22倍 美国标普500 市盈率约19倍 日本日经225 市盈率约18倍 英国-100市盈率约14倍 德国DAX市盈率约15倍 法国TAC40市盈率约16T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 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 明显高于全球主要股市 在经济增速持续下滑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背景下 这种高估值是极其危险的 一旦市场情绪发生转变 很可能会出现大幅下跌 韭菜们 你们还在等什么 还在幻想着一夜暴富吗 醒醒吧 在A股市场 你只有被割的命运 A股市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 而是一个政策室 政府的干预无处不在 从IPO审核到股票交易 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 这就导致了市场的扭曲和不公平 让那些有背景 有关系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源 而那些真正有实力的企业 却往往被排挤在外 让我们来看看 A股市场的一些特色 一 IPO审核制度 A股市场的IPO审核制度非常严格 很多企业排队多年都无法上市 而一些有背景的企业 却可以快速上市 甚至可以带并上市 例如 截至2024年6月底 A股IPO排队企业数量超过1000家 其中排队时间超过三年的企业 占比超过30% 2023年 有多家带并企业成功上市 其中包括一些存在财务造假 环保违规等问题的企业 2024年上半年 有超过20家企业在IPO过程中 因为各种问题被否决 或主动撤回申请 但同时 也有一些存在类似问题的企业 顺利过会 这种不公平的审核制度 不仅扭曲了市场 也打击了真正有实力的企业的 上市积极性 二 股票交易制度 A股市场的股票交易制度 也存在很多问题 例如涨跌停板制度 就限制了市场的自由交易 也给了庄家操纵股价的机会 让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数据 2024年上半年 A股市场平均每个交易日 有超过100只股票涨停 超过50只股票跌停 有超过30%的股票 在半年内经历过连续涨停 或连续跌停的情况 部分股票 在没有任何实质性利好消息的情况下 连续多日涨停 而在利空消息出现后 又连续多日跌停 这种非理性的涨跌 显然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而是人为操纵的结果 涨跌停板制度 给了庄家操纵股价的空间 让他们可以通过连续拉升 或打压股价来获利 而普通投资者 则往往成为了他们的韭菜 三信息披露制度 A股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 也不完善 很多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不及时 不准确 甚至存在造假的情况 例如 2024年上半年 有超过100家上市公司 以为信息披露问题 被监管部门处罢 有超过20家上市公司 以为财务造假 被立案调查 有超过50家上市公司 在半年报中 出现重大会计差错 或者需要进行重大会计调整 这些问题 都严重影响了 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 也增加了投资风险 这些问题 都导致了A股市场的 低效率和高风险 让投资者 难以获得合理的回报 A股市场还有一个怪现象 那就是 雄长牛短 也就是说 A股市场在下跌的时间 比上涨的时间 要涨得多 这就导致了 散户很难在A股市场赚到钱 因为它们 往往在高位买入 低位卖出 最终成为了被割的韭菜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A股市场近年来的几次大起大落 一 2007年 至2008年 2007年10月16日 上证指数达到6124点的历史高点 2008年10月28日 上证指数跌到1664点 跌幅高达72.8% 这轮熊市持续了超过一年 很多散户在这轮熊市中损失惨重 2 2015年 至2016年 2015年6月12日 上证指数达到5178点的高点 2016年1月27日 上证指数跌到2635点 跌幅高达49.1% 这轮熊市虽然时间较短 但跌幅同样巨大 很多散户又一次被割韭菜 3 2018年至2019年 2018年1月29日 上证指数达到3587点的高点 2019年1月3日 上证指数跌到2464点 跌幅达31.3% 这轮调整持续了一年 虽然跌幅相对较小 但依然让很多散户损失惨重 4 2021年至2023年 2021年2月18日 上证指数达到3731点的高点 2023年10月31日 上证指数跌到305点 跌幅达19.5% 这轮调整持续时间长 虽然跌幅相对较小 但因为时间跨度大 许多散户仍然损失惨重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A股市场确实存在 胸长牛短的特点 每一轮上涨都相对短暂 而下跌却往往持续很长时间 这就导致了散户很难把握住行情 往往是在高点买入 低点卖出 最终成为了市场的韭菜 为什么A股市场会出现 雄长牛短的现象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A股市场的本质就是圈钱 当市场上的资金 被圈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会出现暴跌 而当政府需要刺激经济的时候 又会放水救市 制造一波牛市 吸引韭菜们入场 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个循环 一圈钱阶段 当经济形势较好 或者政府需要刺激经济时 就会放宽货币政策 大量资金涌入股市 这时市场会出现一波快速上涨 吸引大量散户入场 例如 2020年3月至2021年2月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 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 在这期间 上证指数从2660点上涨到3655点 涨幅达37.4% 二高位套牢阶段 当股市上涨到一定程度后 大资金和机构开始高位套现 这时股市会出现震荡 很多散户被套在高位 例如 2021年2月至2021年7月 上证指数在3300档3600点之间震荡 很多在高位买入的散户开始被套 三暴跌阶段 当大资金和机构基本撤离后 市场开始出现暴跌 这时很多散户因为恐慌开始割肉 例如 2021年7月至2022年4月 上证指数从3579点下跌到3023点 跌幅达15.5% 四低迷阶段 暴跌之后 市场进入长期低迷期 这时很多散户已经离场 市场焦头清淡 例如 2022年4月至2023年10月 上证指数在2900-3200点之间低位震荡 成交量持续萎缩 五 重复循环 当政府再次需要刺激经济时 就会重复上述过程 再次制造一波牛市 吸引新的韭菜入场 这种循环 本质上就是一个圈钱的过程 每一轮循环都会有大量散户被套 最终成为市场的韭菜 而那些大资金和机构则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获利 A股市场的未来在哪里 BOSS也不知道 但是BOSS希望A股市场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市场 而不是一个政策是 希望A股市场能够更加透明 更加公平 更加高效 让投资者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 要做到这一点 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例如 一完善IPO审核制度 让真正有实力的企业更容易上市 目前的建议 取消行政审批实行注册制 让市场来决定哪些企业可以上市 而不是监管机构 提高信息披露要求 让投资者能够全面了解企业情况 加大对造假行为的惩处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 但是这些改革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因为现有的审核制度 给了某些人巨大的权力 他们不愿意放弃这种权力 二改革股票交易制度 取消涨跌停板制度 让市场更加自由 目前的建议 逐步放宽涨跌幅限制 最终取消涨跌停板制度 引入做市商制度 提高市场流动性 允许融资融券等衍生品交易 丰富市场工具 但是这些改革也面临着风险 因为黑股市场长期以来 都是一个政策是 投资者缺乏理性投资的意识 如果突然放开 可能会导致市场大幅波动 三加强信息披露制度 严惩造假行为 让市场更加透明 目前的建议 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和准确性要求 加大对虚假披露的 处罚力度 鼓励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但是这些改革 也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 因为很多上市公司背后 都有强大的背景 即使违规也很难得到应有的惩罚 四减少政府干预 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 目前的建议 减少对股市的行政干预 取消各种不合理的交易限制 鼓励机构投资者发展 平衡市场结构 但是这可能是最难实现的改革 因为政府长期以来 都习惯了用股市来调节经济 很难一下子放手 这些改革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因为它们涉及到了很多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 但是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 A股市场就永远无法真正健康发展 永远无法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希望通过BOSS的这番分析 你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 A股市场的本质 不要被那些虚假的繁荣所迷惑 不要轻易相信那些所谓的专家的话 在A股市场投资 要时刻保持警惕 要学会独立思考 记住 在这个市场里 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利益 那些大资金 大机构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赚钱 而你们 就是他们赚钱的对象 所以 请谨慎投资 理性投资 不要把自己的血汗钱 都投入到这个充满陷阱的市场中 如果你真的想投资 那么请花时间学习 提高自己的投资能力 只有这样 你才有可能在这个市场中生存下来 甚至获得回报 最后 BOSS希望 A股市场能够真正健康发展起来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而不是一个圈钱的工具 但是 这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需要监管部门的大刀阔斧的改革 需要投资者的理性和成熟 这条路很长 很艰难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说到这里 大家怎么看待 一周内有340亿资金 疯狂扫货ETF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